爆發的全武航 這些騎士都被吸引 紛紛往旁邊看 因為人行道上 兩名男子你拉我推爆發衝突 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他們想要嚴定加價 我們不給他載 他們都不高興 我要告他們詐欺 警方道場趕緊將雙方拉開 但他們火氣還很大 而且他破壞我 他丟我的東西 有做什麼東西嗎 有壞掉嗎 有嗎 秀出被弄壞的桌椅 玩具內老闆控訴為了擴電 進了物流平台來幫忙搬東西 沒想到司機態度差還打人 就拿過來丟我 然後甚至要打我 那我真的是備受驚嚇 過來的時候態度又非常的惡劣 然後東罵西罵的 好像全世界都欠他了一樣 1.75噸貨車 來的卻是箱形車 控訴司機還不幫忙搬貨 甚至要求加費 讓老闆氣得提告 毀損跟恐嚇 叫我們自己把貨物搬上車 當我們把貨物搬上車以後 他要多加一千塊的費用 他才要開車 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種貨運平台 基本上我們的費用 內容所有的流程 全部都已經講好了 他打我老公 我們都沒有動手 這個東西都太重了 要不然你取消重新叫車 他就不開心 物流平台的司機跟太太 反控對方貨重 已經超過規定的20公斤 想取燒反遭對方辱罵毆打 雙方互控互告 將到法院對付公堂 物流平台也介入了解 希望消費糾紛 別變成了刑事案件 深雪裡問王家恆 台北創報道